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同哈马斯谈判的机会 洛杉矶异议人士和新老移民齐聚华人社区 为贫困移民送上新年温暖 中国称纳瓦尔尼之死是俄罗斯内政 ChackGPT的新视频工具让媒体担忧 王毅慕安会称中国是稳定力量 但中俄密切关系令其备受质疑 请大家收看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同哈马斯谈判的机会 美国之音中文网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星期六说 没必要继续加杀停战谈判 并说哈马斯提出了妄想要求 只有通过没有先决条件的直接谈判才能达成外交协议 内塔尼亚胡对记者说 他硬瞧拜登、Joe Biden总统的要求派代表参加开罗停战谈判 但表示谈判陷入僵局 哈马斯首领伊斯梅尔 哈尼亚·伊斯梅尔·哈尼亚·伊斯梅尔·哈尼亚 在哈马斯星期六公布的声明中 指责以色列使加杀停战谈判缺乏进展 哈尼亚说 除了完全停止敌对 以色列撤出加杀 解除不公正围困并施放被以色列长期监禁的巴勒斯坦囚犯 哈马斯不会接受任何别的东西 塔塔尔首相阿卜杜拉赫曼·阿勒萨尼·姆汉·阿勒萨·伊斯梅尔·阿勒萨尼 对谈判进展表示审慎 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 过去几天的模式的确不很光明 但我一直重申 我们将永远保持乐观 将永远继续努力 兼任外交大臣的阿勒萨尼说 两个主要癥结是加杀人道走廊 和为交换哈马斯释放人质 而被释放的巴勒斯坦人的数量 他说 我相信我们在这份协议中 在谈论一个更大规模 我们在这些谈判的人道救援方面 依然看到一些困难 谈判涉及卡塔尔、埃及、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 迄今未能达成停战协议 汉尤尼斯医院的逮捕 以色列军方星期六说 其军队对汉尤尼斯纳塞尔医院进行搜查时 逮捕了一百多名涉嫌恐怖活动的人 以色列国防军说 他们在医院发现了武器和有以色列人质姓名的药品 他们在医院附近击毙了武装人员 以色列军方说 他们获得可信情报显示在10月7日恐怖攻击中 被绑架的人质被关押在那里 以及一些尸体可能依然在医院内 于是进入了医院 以色列国防军否认军人打击医院发电机的指称 表示尽所有努力让医院不断电 包括带去一台备用发电机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 贾萨瑞维奇 Torek Jazarevik 星期五谴责以色列的行动说 病人 医护人员合在医院 躲避的平民 应该得到安全 而不是葬身在医院 吴国界医生也说 其医护人员被迫放弃病人逃离 一名雇员失踪 另一名被以色列军队拘留 以色列张贴网络视频显示 一名联合国救济工人 在哈马斯17日的越境攻击中 把一名被打死的以色列男子的尸体 装进一辆越野车后部 并离开以色列南部的一个村庄 视频中的男子 据说是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 昂若尔在加沙地带的员工姆萨勒姆 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视频 昂若否认有过失 表示其职责只是救援 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发言人 乔纳森·弗勒·Jonathan Fowler 回应视频说 昂若不可能核实视频或照片 确定此人是谁 以色列当局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以色列说 一些昂若雇员雇员参与17日的绑架和滥杀 导致一些国家停止资助 昂若 空袭和人道援助 美联社记者和医院官员说 加沙中部星期六受到空袭 打死40多人 包括儿童 打伤至少50人 拜登政府人道一提中东特使的代为 萨特菲尔德·David Satterfield说 以色列空袭和急需物资 入境点的愈发混乱 都导致人道救援无法进入加沙 他说以色列官员没有提供联合国援助 被分流或偷盗的具体证据 但激进分子有兴趣使用其他援助渠道 来影响救援地点和对象 拉法的不良天气加剧了100多万 在这里躲避的加沙人口的恶劣生活条件 大约140万被加沙其他地区战斗驱离的巴勒斯坦人涌入拉法 几十万人生活在蔓延的膨胀中 加沙卫生部说 将近29000多数是妇女和儿童的人 在以色列10日7日对哈马斯宣战以来死亡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 洛杉矶一位人士和新老移民齐聚华人社区 为贫困移民送上新年温暖 美国之音中文网 2月17日星期六下午 洛杉矶的异议人士和新老移民聚集在丁胖子广场 共同举行抗议活动 声援被中共跨国迫害的受害者 并为贫困移民送上新年的温暖 现场聚集了200多人 其中许多抗议者手持自制的标语牌 高喊口号 呼吁中共停止跨国迫害的行为 活动现场免费派发全新的毛毯、枕头、被子等生活用品 周围等待领取物资的人们提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活动负责人介立健表示 美国是一个尊重尊严 崇尚自由和人权的家园 他希望这些物资能够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带来一丝温暖 这次活动共分为两个站点 第一站位于洛杉矶华人聚集的丁胖子广场 第二站则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庇护所 那里汇聚了各个族裔的移民 逃离共产主义、追求自由之路 来自中国河南省的张英伟表示 目前他在洛杉矶从事装修工作 由于刚刚来到这个地方 生活还没有稳定 因此需要领取一些物资 参加这次活动主要目的是打倒共产党 解放中国人民 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邪恶的 以前在国内我了解不到这些信息 自从了解之后 我就毫不犹豫地走线来到美国 我会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民主和自由 我会留在美国 不会再回去 与共产党决裂 张英伟告诉美国之音 来自安徽省富阳市的袁雪宝说 因为我看到共产党的本质 和习近平的独裁 我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离开那个地狱之门 毫不犹豫地来到美国 头也不回 我在美国这片净土上 我可以自由地发言 我可以反抗独裁 所以 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起来 每一个人都作为压倒共产的一根稻草 袁雪宝回忆 他于2024年1月30日通过走线进入美国 在国内 他曾从事霍拉拉斯基的工作 他来美国已有半个月时间 目前仍未找到工作 他自己购买食物 住在一个家庭旅馆里 他说老板带他很好 由于目前没有经济来源 他暂时欠下了房费 但承诺在将来找到工作后会慢慢偿还 我希望不管是合法来美国的 还是走线来美国的 大家都不希望在中国待 都是向往美国的 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一致的 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 我们大家只要奉公守法 愿意干 肯努力 这个回报是成正比的 不像中国那样 给你洗脑 宣传 说其能致富 全都是假的 是毒鸡汤 我们不要信 袁学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来自江苏省的王建民强调 他在活动中帮忙运送物资 他对中共的跨国镇压感到非常恐惧 因为在上一次的抗议活动之后 中共已经找到了他的家人 但是我并不怕 我会继续参加这样的活动 王建民告诉美国之音 抗争与行动 用爱心温暖洛杉矶 来自北京市的销量 是今天活动的义工 他介绍今天的活动有两个目的 一是向洛杉矶的新老移民派发过冬物品 为他们送去温暖 二是针对中共在海外的特务行动 以及对海外流亡人士 民主人士的迫害 发起抗争和倡议 我的亲属也受到了骚扰和迫害 包括发信 请家人去喝茶 被教育 被威胁 虽然家里人很害怕 但对于我来讲 既感到气愤 也坚定了我的信念 在海外要持续为自由民主发声 抗争 如果每个人都害怕中共的迫害 那他就得逞了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相信 我们既然走到了这条 反对独裁和中共的道路 经过不懈的努力 总有一天 溪流会会成大疆 终有一日会成功 让历史来检验 肖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活动负责人 戒利剑说 这次活动中 我们在拍大合影阶段 发电机被两个着装干净的年轻人偷走了 领东西的人告诉我 他以为拿走发电机的两个男生是志愿者 却没穿志愿者的马甲 看起来有点像留学生 开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从前挡风玻璃可以看到 车子前面有一个金色的毛泽东头像摆件 戒利剑呼吁 若发现中共在美国犯罪情况 请及时向FBI举报 或向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举报 我们这次活动 物资有十个托盘 这不是第一次 从去年前年开始 会有一些慈善组织 基金会 爱心企业家 不光是台湾的 香港的 还有大陆的 给我们捐很多物资 包括日用品 食物等 因为他们认可我们捍卫民主的理念 这些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戒利剑告诉美国之音 戒利剑表示 由于这些慈善组织涉及商业活动 担心中共的威胁和报复 因此不方便公开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一直在默默支持我们的慈善工作 例如 今天派发的毛毯 被子 枕头等生活物资 都是全新的 是他们提供的支持 他们愿意拿出自己售卖的产品 来支持我们的活动 这些年来 我们能够一直坚持下来 离不开这些爱心组织团体 在背后的默默支持 中国称纳瓦尔尼之死是俄罗斯内政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国外交部周六拒绝就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之死发表评论 称这是俄罗斯的内政 这是俄罗斯的内政 我不会发表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回答法新社提问时表示 俄罗斯官员称 克里姆林宫最著名的批评者 纳瓦尔尼周五在北极监狱去世 一个月后即将举行选举 以延长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的权力 他在被拘留三年后去世 这使得俄罗斯反对派 在遭到严厉镇压 和莫斯科开展乌克兰战争之际 失去了其代表形象 北京和莫斯科是坚定的盟友 尽管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军事 入侵邻国乌克兰 而制裁俄罗斯 但俄中两国关系 却得到了加强 双方也都高度重视 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俄罗斯总统普京 称为他的好朋友 持不同政见者 和一些西方领导人 将47岁的内瓦尔尼的死亡 直接归咎于普京和他的政府 此前几个月 他的健康状况 在恶劣的拘留条件下 不断恶化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 ChatGPT的新视频工具 让媒体担忧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保证能从简单文字指令 制作短视频的新人工智能工具 引发艺术家和媒体 专业人员的担忧和疑问 ChatGPT创建者 开放人工智能 OpenAI和影像制作商 Dolly星期四说 正在测试Sora文字 到视频制作模型 让用户用简单提示 制作逼真的视频 这家旧金山初创公司说 Sora能够用多种角色 特定动作类型 以及主题和背景的准确细节 来制作复杂场景 但依然有局限 比如可能混淆左右 可能受到影响的业界 对此的最初反应是 开放人工智能网站上 Sora制造的视频片段风格主题 大不相同 从拥挤市场上空 看似真实的无人机画面 到在森林中 像兔子一样奔跑的动漫物体 旧金山Cutback Productions创始人 和艺术指导托马斯 贝伦格 Thomas Beller 一直仔细观察 人工智能影像制作的演进 他说 有人感觉这是不可阻挡的风潮 正以惊人速度进步 也有人仅仅不愿看到他 他的公司为 Stromer和Justice等巡演音乐家 制作了大型视觉效果 他说制作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公司内产生了很多内部辩论 和很多有实施情感的反应 贝伦格说 Sora尚未公开 所以其能力 还没有经过公众检验 他说 肯定的是 无人能预计 仅在几周内 就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科技飞跃 闻所未闻 他说无论未来如何 他们都会找到不同创造的方法 新发明也可能影响到视频游戏商 有人开放拥抱这个新工具 有人担心可能被取代 法国玉璧游戏公司 Ubisoft称OpenAI的公告为量子飞跃 可能让用户和开发团队 表达他们的想象 公司发言人对法新社说 我们长期对这个潜力进行探索 法国南特Alpimi工作室负责人阿兰 皮热Alain Puget说 人工智能只能再生人类做的事情 他不会用人工智能替换任何艺术家 但皮热说 这个视觉可观的工具 可能被小型工作室用来制作更为专业合成的影像 皮热说 虽然偶尔播放 以推进游戏故事情节的视频过场动画 与玩家控制的动作不同 但他预计像Solar这样的工具 最终能够取代我们做事的方式 前记者 县斯坦福大学研究员巴尔西 西蒙 巴西雷·塞蒙 认为 人工智能制作去年出现了不起的飞跃 能快速制作逼真的假场景 他担心此类工具可能会在选举期间被滥用 担心公众不再知道相信什么 法国新闻广播电台电视频道真假求实节目的朱利安 佩恩 Julian Payne说 他也担心人工智能被滥用 他说 在此之前 很容易识别假图像 比如发现背景中的重复脸面 这个新软件的确看似处于另一个水平 佩恩说 开放人工智能和美国科技巨头们虽然可能推出安全工具 比如用产业水印来暴露人工智能制作的影像 但中国与俄罗斯的竞争者明天会如何 与龙香 LongChamp和百威 Bootweiser合作的佛海佛瑞 Fred与Foreed机构一月初开设了一个人工智能专用工作室 并预计80%的品牌内容将由人工智能生成 一名热情人士说 人工智能工具将让制作天才不再局限于制作技能 Alta广告和网红机构首席执行官 和创始人斯蒂芬妮 拉波特斯蒂芬妮勒ポ特认为 这个科技会迫使产业向前发展 他还预计开支很少的广告公司 将依靠人工智能工具来节省人工 他认为 一个可能的例外是奢侈品产业 因为奢侈品牌对珍品十分敏感 可能会不用那么多的人工智能 本文依据法新社的报道 王毅木安会称中国是稳定力量 但中俄密切关系并其备受质疑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星期六2月17日 在德国举行的第六十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 将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然而 仅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关系 就让王毅中国是稳定力量的说法备受质疑 中俄密切关系被质疑 王毅演讲的一开始就说世界充满动荡不安 人类面临多重挑战 但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将始终保持大正方针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他从推动美中 中俄和中欧关系等大国合作 应对世界热点 加强全球治理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等多个角度强调 中国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 然而 仅中国与俄罗斯的密切联系 就让在场的与会者怀疑王毅讲话的诚意 来自世界各地的180位国家领导人 政府高级官员 军方高级将领 以及外交官们 参加了本届慕尼黑年度安全会议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 以及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 是今年会议最引人关注的议题 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arex外交政策研究团队负责人阿比盖尔 瓦塞利尔·Abigail Vassilier 正在慕尼黑参加此次安全会议 他告诉美国之音 是王毅的演讲并不令人意外 整体上来说 他把中国描绘成一个稳定的力量 他说 中国可以为区域危机的讨论 磋商以及解决办法提供支持 但是没有人会对此有幻想 瓦塞利尔举例说 中国一直在试图拉拢欧洲 但是在被欧洲视为生死存亡的乌克兰问题上 欧洲请求中国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支持 但欧洲的请求没有得到尊重 欧洲人请求中国与乌克兰人对话 但是中国做得有限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的前两天 欧盟提议 对20多家被控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行动的多国公司 实施贸易制裁 其中就包括三家总部位于中国大陆的公司 和一家香港的公司 去年4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去年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罗罗德米尔·森兰斯基通电话后 习近平派出了特使礼会 参加了第二轮有关乌克兰的和平峰会 但是缺席了第三轮和平峰会 事实上 在演讲后的答问环节 会议的主持人 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 克里斯托夫·霍伊斯根·Christophe Houston的第一个问题 直接切中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和中俄密切关系 2022年 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增长了30% 今年与去年相比 增长了25% 边褶住 应该是去年和前年相比 两国的贸易额高达2400亿美元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问的是 难道你不应该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压力 同时施加一些经济压力 以确保你在演讲中所说的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体现 联合国得到加强 因为根据安理会文件 毕竟是俄罗斯违反了文件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1月12日公布的数据 去年中俄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1亿美元 与2022年相比增长26.3% 虽然没有证据显示 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致命武器 但很多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与俄罗斯的贸易给了俄罗斯生命线 让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得以运转 在王毅发表演讲前一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呼吁世界给予乌克兰更多支持 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 他在演讲中说 不要问乌克兰何时结束战争 而是英文心自问 为什么普京仍然可以继续打下去 霍伊斯根在提问时 还提到中国对乌克兰的何承诺 即1994年12月5日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 俄罗斯和英国分别与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签署的 布达佩斯谅解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 乌克兰将其核武库存 有效地转让给俄罗斯 同时 美俄因承诺 不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并在乌克兰成为可能被使用核武器 与侵略行为的受害者 或受到他国侵略威胁的对象时 联合国安理会应采取行动 并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 法国 各自以本国政府声明形式 向上述国家个别地 做出了安全保障 面对外界的质疑 王毅回答说 不要把乌克兰危机的责任 推给中国 他说 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建设性的工作 还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去年2月24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 中国推出了所谓的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 美国和北约以及乌克兰 都认为中国的和平方案 等同让乌克兰投降 让俄罗斯保持入侵的成果 王毅为中俄做了辩护 他说 中俄关系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 稳定发展 中俄是正常的两个大国关系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的同一天 俄罗斯宣布 被其囚禁的反对派领袖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Alexei Navalny死亡 美国等西方多国 强烈谴责了莫斯科 但在中国管控严格的社交媒体上 不少时评人和网民们 却为俄罗斯打抱不平 甚至有人毫无根据地称 美国才是纳尔瓦尼死亡的幕后黑手 2月16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安东尼·布林肯 在与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晤时 也提到了 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的关切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 布林肯国务卿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包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 提出了美方的关切 中国的全球秩序理念与俄罗斯一致 中俄关系也让王毅在演讲中所说的 中国愿做加强全球治理的稳定力量遭受质疑 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欧洲政治和经济资深研究员 达利博尔 罗哈克 Deliberlohack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演讲 自然无法让那些担心 中俄为改变世界秩序 建立的新兴伙伴关系的人放心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 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瓦塞利尔 在2月15日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警告说 普京和习近平最近的通话提醒我们 中国对更公平 多极世界的看法是与俄罗斯 而非欧洲一致 2024年2月8日 习近平在同普京的通话中说 双方要密切战略协作 认同俄方加强国际多边协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积极贡献 2023年3月22日 习近平在他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开始时 首访俄罗斯时告诉普京 这也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 我们共同来推动他 事实上 随着乌克兰战争即将步入第三年 中俄关系越加密切 中国农历新年之初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 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中俄正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Vladimir Putin的数次会晤做准备 他还说 中国期待普京今年对中国的访问 另外 中国新任国防部长董军 1月31日 在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 少依谷Sergei Shoigu视频通话时表示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 并将不顾美国和欧洲的压力继续合作 在谈到加强全球治理 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时 王毅谈到了台湾 他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事务是中国内政 遵守基本国际准则 就应当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 而这正是世界对中国的担心 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也因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不少人西方人士担心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可能是台湾 北约秘书长颜斯 斯托尔滕贝格 Yens Stoltenberg 1月底访问美国时 告诉美国公众 如果让普京在乌克兰获得了胜利 这不仅是乌克兰人的悲剧 也会让世界变得更危险 今天是乌克兰 明天可能是台湾 中国是全球热点问题的稳定力量 也遭到质疑 在演讲中 王毅不仅谈到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努力 他还谈到在其他地区热点问题上 例如 尾巴冲突 朝鲜半岛 缅甸等问题上 中国也在发挥作用 但是 王毅的说法也遭到霍伊斯根的质疑 霍伊斯根问道 你提到了贸易 这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看到 红海的自由航行受到威胁 我们也看到 因为中国的武力展示 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冲突的风险越来越高 我们该如何避免未来有事故发生 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某种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 在南中国海 中国以所谓的历史权利为由 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几乎所有岛礁及其附近水域的主权 并且在过去十多年中 东升西降受质疑 习近平被指偏执 RFI法广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 东升西降的趋势正在减缓 学术界也有声音认为 对美中实力差距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南京大学知名国际战略学者朱峰 1月27日在北京大学南京校友会举办的新春联欢活动发表演讲 其录音随后被输送到网上 朱峰演讲时称 美国牢牢锁住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就是要打残 打伤 打疼中国 中国去年经济很不好 原因就是美国变脸 去年中美贸易下降21% 美国对中国投资下降87% 针对国内媒体鼓吹美国注定衰落 朱峰警告说 要认清中美竞争的真实现状 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四大领域的差距 一是美国在全球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的制造业 依然处于领先的第一阵营 而中国处在第三阵营 正在从中低端走向包括欧洲 日本 韩国在内的第二阵营 中高端阵营 二是美国维持货币和金融霸主地位 人民币在世界货币流通总量仅3.3% 而美元在世界货币流通总量是62.8% 三是美国在全球有包括欧洲 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 47个铁杆盟友 伊朗 朝鲜 叙利亚似乎要扑到中国怀抱 但中国往后躲 因为三观不一致 四是美中的差距是话语权 你满世界说我自己是好人 别人就一定都说你是好人吗 东升西降是习近平2021年提出的论断 当时中共领导人以为中国已基本控制疫情 且经济增长8.1% 而美国深陷疫情和通膨 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凸显 加之习近平坚持清零不动摇 中国在三年抗疫结束后并未出现原先预期的经济增长 而美国经济形势良好 消费强劲 股市大涨 一些分析认为 更重要的问题是 在东升西降的错误判断下 中国越来越与西方对立 战狼外交就是东升西降观念下产生的怪物 导致中国变得孤立和封闭 关于中国为何变得孤立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载文分析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偏执 正让中国变得孤立和封闭 该杂志通过外国游客访问中国的数量 航班数量 学术交流水准 投资流 以及习近平的个人出外履行评估 得出中国高层决议 以安全为导向的结论 报道指出 2023年 中国的外国人出入境人数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 减少大约6200万人 降幅超过63% 此外 在新冠疫情肆虐的三年期间 习近平几乎没有出国 他出国访问的天数 2023年只有13天 2019年28天 去年9月 习近平还缺席了印度主办的G20峰会 另外 中美定期客运航班大幅减少 直到去年年底 中国每星期往返两国之间的直飞航班 只有63班 远远少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300航班 报道还指出 中国政府部门与街道上的广告经常可见 警告民众要当心外国间谍 外国游客 记者 商人 都成了可能窃取中国机密的怀疑对象 由此 习近平的偏执让中国变得孤立和封闭 中国的跨境交流活动正在萎缩 有意思的是 被称为经济国师的清华大学教授李道奎 一月底使用过中国领导人比美国更偏执的说法 这位学者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称 中国的领导人实际上比美国的人更焦虑 更不安 更偏执 这位亲中南海的学者接受访谈的本意是为中国的政策辩护 但他使用更偏执一词来形容中国领导人 让人吃惊 王毅欧洲之旅 放软身段 寻求突破 RFI法广 在王毅一系列的会面中 中美会面照旧维持不冷不热状态 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 双方通报会谈坦率而富有建设性 其实这是拜习会以来 中美为稳住双边关系 执行多次会谈使用的一句观话 会谈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美国的底线是管控美中关系 中方则屡屡警告华盛顿 在台湾问题上不可轻率 美方已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回应 这一次 布林肯还对中方挺俄亲屋表示了担忧 西方对北京亲俄的态度是非常明了的 王毅在慕安会上为此做出了解释 根据中国外交部官网 王毅称中俄关系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稳定发展 法国《世界报》社评家科福曼发现 没有提中俄有义无上线 其实 在这一点上 中方早就自难而退了 但是背地里中俄贸易关系紧密 欧美也非常清楚 另外一个引起瞩目的 是王毅与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会谈时 表现出的和解姿态 英国与中国的关系 自北京不顾中英联合声明 侵蚀香港一国两制以来 一直非常紧张 但是 王毅与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见面时称 伦敦和北京应加强战略沟通 在促进安全和维护和平方面 发挥各自的作用 王毅还称 两国必须加强交流与合作 不过 卡梅伦向王毅明确阐述了英国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 尤其是在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上的分歧 卡梅伦还向王毅提出了被中国制裁的英国国会议员一案 并再次呼吁中国释放英国国民离之音 王毅与欧盟外交事务最高官员伯雷利也举行了会谈 根据欧盟方面 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不公正战争 伯雷利希望中国不要支持俄罗斯 中方的新闻稿只提双方就乌克兰危机加沙冲突等交换了看法 伯雷利表示欧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伯雷利还希望下一届欧盟中国人权对话尽快举行 邀请王毅届时参加 中方新闻稿对此只字不提 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并声称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 而且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 有观察人士分析 王毅在慕安会明显放软身段 在美中各自认清对方 美国大选引起欧洲担忧的大背景下 寻求中欧关系突破 纳瓦尼之死 普京追随着列宁斯大林的嗜血统治 RFI法广 社论说 无论纳瓦尼身在何处 是自由还是在监狱 是在住院还是健康状况良好 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他的存在已经让普京无法忍受 纳瓦尼之死说明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决心镇压一切形势的反对派 哪怕是完全丧失自由的反对派 该报指出 直接将纳瓦尼之死归咎于普京 西方领导人没有犯错 事实上 正是这位前克格勃军官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镇压政权 终结了纳瓦尼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挑战 费加罗报则指出 普京追随列宁和斯大林的血腥统治 那些敢于反抗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失衡遍野 纳瓦尼在生前发出的一则信息中说 我梦见一个自由和幸福的俄罗斯 他深信 有一天 普京的独裁将崩溃 俄罗斯成为自由之邦 但是 他在北极圈的一个监狱里悲惨地死去 俄罗斯当局在2020年未能堵死他 随后又用非人道的残忍手段让他慢慢死去 费加罗报援引分析指出 这表明俄罗斯的不幸和苦难持续存在 1917年被布尔什维克罪恶政权绑架的俄罗斯 除了1990年代之外 100年来一直无情地监禁和消灭其反对者 从这个角度来看 普京的政权 是一个由独裁者统治的罪恶的 黑手党式的帝国资本主义 是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延伸 即使是伯列日涅夫集团 也不至于杀死萨哈罗夫或索尔人尼琴 尽管索尔人尼琴曾遭下毒 前克格勃军官入主克里姆林宫 你能想到 在纳粹政权结束9年后 前代式太保官员会在德国掌权吗 普京的上位重新激起 人们对1991年前 苏联集权制度最残酷时期的联想 叶利钦曾极力想摆脱这种联系 但从未成功 在普京统治的24年里 那些敢于反抗克里姆林宫主人的人 可谓失衡遍野 如今 监狱人满为患 仅仅因为一条反战推特 或者佩戴彩红色耳环 就会被囚禁 虽然规模无法与苏联时期相比 却更有针对性 手段复杂毒辣 但镇压的目的是一样的 让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和行动瘫痪 普京2000年一上台就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镇压 最初 镇压是有选择性的 首先打击那些质疑普京上台之谜的人 尤其针对的是那些对1999年9月 普京就任总理后不久发生的致命袭击事件 在福尔加顿斯克和莫斯科郊区的工人阶级中 造成数百人死亡 进行调查的人 这些袭击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被归咎于所谓的车臣恐怖分子 使得这位前克格勃人员得以打着祖国救星的幌子 通过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来竞选总统 2000年 在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的情绪中 俄罗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沉醉于复仇之中 他们投向了叶利钦向他们介绍的那位 目光冰冷的年轻军官的怀抱 试图质疑前述袭击惨案的罕见人物 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1999年秋天 一位居民在Riazon市一栋公寓的地窖里 发现了一些装着无名尸体的袋子 新消息报总编辑 尤里《社科期经》 Yori Chakachikin决定调查 结果不幸中毒 在痛苦中死去 谢尔盖·尤申科夫 Sergei Yashenkov 上校是一名自由反对派军官 他刚刚注册了一个新党 正在对9月发生的袭击事件进行调查 却死于自家公寓门口的机枪扫射 当时的另一位知名记者 阿尔乔姆·伯罗维克 RTM Borovic 也死于直升机坠毁 他当时作为一家调查机构的负责人 正在Riazon市无名尸首事件进行调查 早在1999年冬天 就谴责福尔加顿斯克和莫斯科郊区 袭击事件背后有俄罗斯势力之首的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州长 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 因声望极高 有可能成为普京的替代人选 也在一次直升机事故中丧生 普京在车臣发动了一场残暴的战争 这场战争夺去至少10万人的生命 但新报记者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亚 安娜·巴里克·科斯杰 敲响了俄罗斯在车臣犯下的 大规模罪行的警钟 他描述了酷刑 对平民的暴行 变成死亡陷阱的过滤营 同时还帮助俄罗斯士兵的母亲 寻找在战争地狱中失踪的儿子 他不断警告 许多自由派精英与普京调情 严重低估或忽视了车臣惨案的严重性 车臣惨案正在催生新的俄罗斯法西斯主义 2006年10月 普京生日当天 他在购物回家的途中 在莫斯科公寓的楼梯间 被机枪扫射重弹身亡 当镇压对象 针对所有反对势力 包括商界领袖 政党 媒体展开时 纳瓦尼也参与到反对派之中 他在2011至2012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 激发了反对派的力量 但遭到了普京的暴力镇压 2013年和2014年 在基辅颜色革命最激烈的时候 普京策划了一场反攻 吞并了克里米亚 然后在顿巴斯发动了战争 俄罗斯历史学家哈斯托霍夫 Ladimir Pastokov认为 这场帝国战争 不仅是继进攻格鲁吉亚之后 重新复辟苏维埃帝国的第二幕 也是转移俄罗斯民众愤怒之火 和维护其权力的一种方式 2015年 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 在距离克里姆林宫100米的地方被暗杀 这位富有魅力的自由派领导人 曾公开反对战争 并谴责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的存在 普京希望摧毁任何可能阻止他发动战争的人物 这场战争也为追捕反对者提供了理由 随着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 俄罗斯政权正以同样的野蛮手段 打击基辅及本国的政治反对派 那些留下来试图反抗的人一个个被投入监狱 穆尔扎·雷迪美尔卡莫瑟就是一例 他在两次中毒后因谴责战争而被判处25年徒刑 一位俄罗斯知识分子惊恐地说 没有任何保障了 没有人是安全的 他们是实人者 这个政权不会停止 在俄罗斯、乌克兰或其他任何地方 没有人是安全的 他警告说 托斯托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描绘了虚无主义革命者的形象 他们是秘密组织的成员 声称有权谋杀和侮辱 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 数百万人经历了这种恐怖 而现在这种情况再次重演 星期五 抵抗普京的知识分子之一 记者谢尔盖·帕霍勉科·Sergei Parkmenko 赞扬了纳瓦尼尽自己所能 阅读、思考、反抗 强加给他的非人条件的勇气 但帕霍勉科痛苦地指出 在普京慢慢谋杀纳瓦尼的三年中 西方有很多人仍然希望与这位独裁者谈判 他们仍然准备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继续下去 达成协议 如果普京继续下去 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继续下去的授权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一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